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及時通 我是音音 今天邀請到林瑞宏分析室聊到節目當中 老師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John 老師最近有一檔ETF叫做蔚來通訊 就是5G的ETF 那究竟他這個是可以有力氣去續航呢 還是他只是一個殘化一線呢 老師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介紹這檔00861的 全球蔚來通訊ETF 貼起來很炫炮 他名字很長 對啊 那我先來介紹一下 為什麼最近是不是常聽到我們在聊 就是ETF的話題 那我要先講一下 不是我自己特別愛講ETF 是最近ETF太紅了 是的 那其實為什麼這麼紅我要說一下 就是其實現在網路上科技很發達嘛 你可以看到一些 就是你電視上的頭顧老師啊 或是名人 就是他們報的股票 對 如果你有心的話去統整一下他們的勝率的話 報酬率 你就可以發現其實你不管把錢拿給銀行的基金經營人啊 或是電視上的那些頭顧分析老師 是 其實報酬率很難超越就是我們所說的被動次基金 是的 就是ETF他的就是那種0050的報酬率 對 所以大家才想說 我付了這麼貴的就是名牌費或手續費 可是卻沒有超越就是光買大盤指數的績效 為什麼我要去花那些錢呢 是 對 那這就是現在ETF越來越流行的趨勢 我們之前前幾支影片有講過 這邊就不多講 我們看一下下一頁 所以我們來介紹ETF的時候 我們上次有講到那個富邦VIX ETF 對 其實現在問題越來越大了 沒錯 大家就有空也去看前幾支影片 那這支這檔股票是真的會有下市的危機 就他只要到兩塊錢的時候就會被清算 危險了 對 所以有問題的就是可以上我的LINE在詢問我 如果你有對這檔有相關的疑問的話 那我們今天就來回到這檔元大全球未來通訊ETF 先說我對ETF本來是報紙 就是他們利益是良善的 比如說0050這檔大家都知道 對 那他的原本的意義就是 我沒有那麼多錢啊 我想要去分散很多檔股票怎麼辦 所以0050就給了我們這個優勢 就是小支組也能投資 就是很多檔股票 然後都投資一點投資一點 對 那這個原本利益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覺得全球就是未來通訊ETF 這檔有點亂來 是怎麼說呢 怎麼說呢 我們直接來看他的投資的股票好了 上一張就是他的成分表 我們可以看幾家比較大的 就是有Apple高通還有台積電 師科賽林師 很大的國際大廠 好我們來看一下下一頁 我們來看到Apple的股價 你看創歷史新高 對 下一張高通股價創歷史新高 對 再下一張台積電股價創歷史新高 那這有什麼問題呢 對 其實看起來就是 很美好啊 可是你會發現這件事情 你每 因為他才剛出而已哦 這檔ETF才剛出 你去買這檔ETF的錢全部都拿去買 這些創歷史新高的股票 是 你懂嗎 就是有些人就是譬如說 Apple太高了 不敢買台積電太高了 你看300塊你敢買嗎 對不太敢 對啊 他說不敢買 那我把它全部包裝成20塊的ETF 就跟你說好便宜哦 你可以來買 這檔是全球未來通訊的ETF 我覺得他有點包裝的性質成分在 因為你我們自己去思考 你拿這些錢去買創歷史新高的股票 創歷史新高股票到底是潛在的報酬高 還是潛在的風險比較高 對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不要看到因為20塊很便宜就去買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頁 所以這檔股票呢 他會依照他自己本身的禁止 去做就是去做變動 所以大家你看第一天一窩蜂 他從20塊漲到21點多塊 然後後來隔一天馬上跌回來 第二天就馬上跌破20塊的上市的價格 所以這幾天也都是一樣 都是在跌的 他這就是因為他有個禁止在 所以他不會偏離這個禁止太多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頁 再來第二個問題是 他會收取經理費管理費 ETF都很正常 而重點是他還有書費費 年費跟指數費 這麼多 對這是我們先不管 我先不細講他費用到底是 是這個意義是什麼 但他收的費用我算過一年 大概是1.5%左右 這個數字很沒概念對不對 就是指他是0050收取的費用的 4倍3到4倍 這樣蠻多的 對這種東西其實你一直不 不去管他他就一直去扣你的錢 對下一頁 所以我這邊要跟大家分享我總結的三點 第一點你不要看這檔ETF20塊很便宜 你就進去買 因為他20塊有可能跌到10塊 他跟200塊跌到100塊的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你把這些錢拿去買這些創新高的股票 我覺得你可以再多想一下 在第二點就是他其實沒有到產業分散的功用 他全部都是買同一種科技類股 就跟0050比較不一樣 對 再來他沒有配息 對所以你只能賺價差 你放長久他下去 他也不會有鼓勵配給你 這跟0050最不同的地方 第三點就是他這檔ETF扣錢扣的太重 他內扣費用實在太高了 所以在買這檔ETF前 我覺得你要先留意這幾件事情 才能去評斷你到底有沒有需要 有沒有必要去買這檔ETF 所以今天這個主題我們就先到這邊 是感謝林老師的分析 想知道更多盤中幾次消息 以選股策略化 記得加入林老師的Lineit 那才能繼續通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謝謝大家